一行四人的登山队攀登马驳横断 其中29岁的陈姓男子 疑似高山镇无法行走 向华丽县消防局求援 扣量到了病况严重 消防局为了争取时间 申请空请直升机来协助 今天吊挂成功送医治疗 一行三男一女共四人攀登马驳横断路线 去年12月30号从南投东浦入山 预计在1月3号从花莲玉旅0到下山 途中队员成姓男子疑似高山镇无法行走 在卓西乡马力加南东峰山屋带员 空中勤务总队花莲驻地勤务第一大队第三队 接获花莲县消防局申请之后 立即派遣驻地黑鹰直升机执行任务 下午2点50分抵达目标区后空征 并辨识确诊目标 由搜救队员吊挂除仓 至地面为患者减伤评估 随后将诚心患者吊挂上机 返回花莲德星棒球场落地 由花莲县消防局救护车转诊就医治疗 记者凌杰 宋恒报道